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他們其實辦的根本就是桃園憲民的土地告別室 這個藝術節辦完之後桃園航空城案子一開始之後 這一塊地形財也不會存在 它就變成這樣子的豪宅跟商場 那同時我們也跟大家報告 這一次的地形藝術節裡面 沒有任何一點這一塊軍用基地的歷史的介紹 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他根本不敢告訴台灣人民 這塊基地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因為他想試圖用藝術掩蓋的 就是這個撫爛徵收 跟整個航空城計畫第三跑道選擇的荒謬之處 第一個方面 如果說你有公有土地可以使用的話 你就絕對不能夠動用到土地徵收 這麼嚴厲剝奪人民在憲法上 第十五條所保障的財產權生存權跟工作權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海軍的跑道 其實就可以作為桃園機場的第三個跑道 我們土地徵收一定是最後最後破不得已的措施 而不是最優先而甚至唯一的手段 我們的政府現在最大的錯誤跟迷思 就是他往往把土地徵收當成是最優先 而解釋唯一的手段 居民到地警戒網會上 希望拉開布條表達 這個廢棄之力已經夠用 不需要再遵守民地的訴求的時候 去面對了桃園縣警方強制的驅離 並且限制人身自由 並且還導致我們有居民 最後坐救護車送醫的情勢 對百姓是什麼樣的觀點 我們只是拉布條而已 需要這樣子的強制的台 台離開現場不打井 還要強行的圍井的那個竹牆 來把居民壓制 壓制到整個百姓都已經受了傷 我不知道我們納稅所繳的 所領錢的這些公仆們 是這樣對待我們的百姓嗎 我們的權益在哪裡 我們只是拉個布條 你還要來消費我們 這個土地上的居民嗎 要被你徵收了還要被你消費 我們只是拉個布條而已 就不行 知道桃園有千堂之美 我們也有七千五百年歷史 同時它具有世界自然遺產價值的藻礁地景 我們也都知道天然的最好 要辦地景節 我們認為呢 這一些桃園的好山好水 是最好的展現的地方 但是很明顯 我們桃園縣政府呢只有開發的思維 他們並沒有生態的觀念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桃園的皮糖 就一口一口的消失了 然後我們也在最近看到 我們的藻礁呢 再一次被開堂裹渡 那桃園的河川海岸都污染了 成為全國最毒的縣市 反而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要呼籲 所謂的地景藝術節的所有的藝術家 應該要立即撤出這一個展覽 因為今天所謂的這個地景藝 桃園的地景藝術節 這些藝術品已經成為 國家暴力的遮羞部 成為土地不正義的幫兇 是說如何我們一個好好的地景藝術 我們要把他們先收去 我們那個時候去那裡 要表達不到五十十一項 我跟我們小朋友 都要給他現場 在白骨 我們回去回去 這樣做一個環境感到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岸基六頁就好了 為甚麼要這樣收 我們那大片不去用 來這樣給他們撲 撲到我們這樣 多虛不靈 這樣做一個 這個父母愛民的動作 我感到很懷疑說這個政府 越來越亂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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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這樣你們大家共同 你們大家聽說 這個政府這樣 是為了公共的尊重的政府 這種政府不一樣就可以了 空地範圍還包括了 軍民共用的機場的原圍池地 以及用來發展他們號稱 會有的航派產業 所以這是2010年 航空城區域計畫 發布實施的時候的一個計畫方案 那這個方案沒有使用 而且不要談這個方案 徐聖文老師剛剛也提了 其實如果你只是要做跑道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個航派產業 其實可能是個空殼 根本不需要 如果你只是要做跑道 根本連空地就夠用了 連北邊的徵收地都不需要徵收 所以我們強烈質疑 這個案子裡面 問題重重 一定要交開全區的聽證 來重新檢討 整個計畫的合理性跟必要性 還有一個奇蹟咖啡店 你們可以發現它的位置 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當初就是往北偏 我們現在強烈質疑 跑道再往北移 如果往北偏撞的是什麼 就是沙倫遊庫 很清楚了 那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跑的是這條跑道 往北偏撞到了現在 在這個地方的奇蹟咖啡 你們可以去查它的地址 但是在跑道再往北移之後 如果撞到沙倫遊庫 誰來負責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這個委員剛剛也講過 這裡有鳥籍的問題 因為這邊靠海 本來這機場就已經 遭受有一些鳥籍的問題了 但這邊靠海 這邊有非常多連海的 候鳥的氣息地 所以我們強烈質疑 在跑道再往更北邊去移之後 到底要怎麼處理這個鳥籍的問題 我們已經問了非常久了 而我們的官方一直都是以 不知道幾十面的捕鳥網 認為它可以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離譜 所以在跑道選址上 我們也像委員講的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的行政機關 能夠出來面對這整個 腐乱政策的問題 以及整個航空城規劃上 可能的失彈問題 交開全區的行政聽證 讓我們一起來監督這個計畫的 合理性的必要性 我們呼籲這些藝術家 真的可以在剩下這幾天 來表態 表示關心這個強徵 民地這樣的一個不合理的現象 再來我們也希望我們 其實從剛才的一個表述裡面 這牽涉到我們的國防 牽涉到我們的文化資產 牽涉到我們內政的這種 人民的居住權 所以我們也呼籲 不管藍立的議員 在我們立法院的會計裡面 真的應該聯合徵詢 各部會 國防部 反潛基地 為什麼在海軍基地 這麼重要的地理位置 不去 不去堅持 卻要來 連監察院在7月14號 都很明確的在質疑了 移到屏東是一個 牽涉 這個遷就民粹 遷就草地皮的利益 而所做的一個決策 沒有國家的整個整體發展的一個 一個思維 所以國防委員 國防部的這個部分 也應該被質詢 交通委員 交通部的委員 也應該被質詢 還有我們的內政部 也應該被質詢 我們呼籲全民 還有我們的立法委員 更多的來關心這些 海軍基地的這件事 我們民眾會在禮拜天 閉幕的時候 再去和平理性的 去那邊把我們所知道的資訊 跟一般的遊客 來做一個說明 好 謝謝 基地已夠用 徵收沒必要 好